嗨大家好 我是坦平书 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0年2月2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的事 今天港股 融创暴跌17%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股票暴跌 一天跌17% 那就说明出状况了 把市场人开始传闻 融创是不是暴雷了 到目前还没有正式消息出来 那就看一看融创 他会不会辟谣 还是说连辟谣的懒得辟了 累了 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辟谣 目前融创的股价大概在6块左右 那你据他最近一次增发 10块钱增发 发了40个亿吧 跌了将近一半了 当初10块钱掏钱买的人 不知道现在心情怎么样 这才短短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 一半就没有了 20亿就不见了 这个心情啊 可能也只有这个 刘卵雄啊 能体会 但是这还没见底啊 他这个 现在还在6块 如果要跌到1块 那基本上 40亿 就剩个 两三亿了 实际上根据以往的规律啊 你像那个什么 金帽啊 股票 一跌 然后呢 公司又出来辟谣 说资金流 现金 充裕 完全能够付得起这些债 阵容地产 暴跌 然后也出来辟谣 说这个 资金充裕 但是都是 没过多少天 就正式宣布暴雷啊 请求债券人的宽限 等等 那这次看看这个 融创是不是这样啊 1189是这样吧 融创已经传出了这个商票啊 对付不了了 去年年前就对付不了了 一直拖到现在 融创实际上也想尽了一切办法 能卖的都卖 孙文明个人掏钱 万里垫 对吧 就是想让这个 暴雷啊 延缓 但是他还是撑不住啊 我记得这个 恒大暴雷 大概9月份 恒大暴雷没有多少天啊 我就做了一期 分析融创的 暴雷的可能性 可能是 我是第一个 预测 融创是要暴雷的 现在基本上 就算是暴了 前不久 我做了一个融创的视频 就是分析融创这个商票 包括融创维权的 就认为融创撑不到三月份 结果今天是2月28号 这个盖头 还是揭开了 大家一定要记着 这资金是最敏感 这些什么 炒股的 机构的资金 要不然它不可能跌17% 一定是有机构 在跑 这些机构消息比咱们要领通 就像那个恒大暴雷 那个刘暖雄 攒仓 对吧 赔多少钱 他都不管了 3块4块都卖 只要能卖得出去 他都卖 就是不计成本的 要跑 为什么 因为他的消息比大家都领通 他跟徐老板是朋友 这个恒大 很了解 知道这个救不活了 不要做任何幻想 赶紧跑吧 但是呢 有人跑路 有人就进去接飞刀 照样有人去买 赌吗 他那个筹码 浏览型的筹码 三四块钱卖掉了 卖给谁了呢 谁接了呢 对吧 现在变成一块多 融创的徐老板这一样 10块钱 发40个亿 谁去买了呢 现在那个玩命的王主跑 造成股价暴跌 跌17% 就充分说明了 这公司出问题了 有这个 消息灵敏的 这个资金不顾一切万筑 实际上融创爆雷 早有征兆 我在去年9月份 分析融创爆雷的可能性的时候 就说了融创 它的模式 实际上跟恒大是一样的 无非就里面一些细节不一样 它也是举债发展 而且融创 比恒大 要稍微更激进一点 融创是走的是并购的路 它到什么二线城市 它都是收购当地的项目 这样扩张快 融创 发展很快的 没有几年 突然就冒出来了 然后就变成一个 前三名的民营房企 而且做的口碑还不错 那它是怎么做起来的 你说恒大好歹搞了二十多年 十几年 融创的发展实际上速度比这个恒大可能还要快 它就是靠去二线 或者三线城市 就收购项目 就是单地的开发商 小开发商 拿这个项目玩不下去了 孙老板就 把这项目一收 让原来老板出去 或者是让原来的老板 拿 49的股份 这个融创 拿51的股份 这样不就是 这个项目就收购了吗 融创呢 路子比较野 它能拿到资金 便宜的资金 融创最高光的时候 是2017年 那个时候 它的并购 这个土地储备 非常高 股价也不错 然后呢 在业绩发布会上 业绩也非常好 然然兴起的一个房地产新兴 而且是一个 对吧 非常有前景的 民营房企 当时好像有记者 就质问 或者就问孙宏斌 说 你们这个 负债这么高 有没有风险 之类的这样的话 结果被很多股民啊 一顿怼 说融创手上有这么的土地储备 你操那个金干什么 2017年 是2017年的逻辑 2022年 是2022年的逻辑 对吧 2017年 你手上有土地 意味着 你可能就要成为首富了 因为土地 不停的升值嘛 你不开发 你误个两年 他土地都涨了一倍 所以谁的土地越多 谁就 是吧 就坐上了这个 财富暴增的这个宝座 你不用干活的 你的资产就在暴涨 但是2022年呢 对不起 谁的土地储备多 谁就等着爆雷 这个道理 我跟大家都讲过了 因为它的价格扛不住啊 这个地在贬值啊 你想把它开发成房子 想精益求精 想通过运营 通过开发来赚钱 但是你投了钱之后 开发完之后 你卖不掉啊 没人买啊 而且在房价不涨 或者是往下跌的时候 这个维权的事情 就特别多了 对房屋的质量 大家就开始 重视起来了 房价涨的时候 大家都不在乎房屋质量 小的小问题就算了 因为你好不容易 抽签 摇号 拿到的资格 买了个房 有点小问题 你就 自己就忍了 因为房子还涨价了 但是现在呢 对吧 你好不容易 掏 掏空钱包啊 买了一套房 房子本身还在贬值 你是 比别人买的早个 两个月 一万买的 人家比你买到晚了 结果还是8000 你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啊 结果交房的时候 跟你的合同上 写的还不一样 到处 缺金少两的 标准达不到 这你能干吗 这肯定的维权啊 所以维权的特别多 维权的一多 那你的房子更卖不了 这是恶性循环呢 人家本来想买房的一看 那么的维权的 什么这房子质量有问题啊 谁还敢买啊 所以这就开始就是 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恶性循环 融创的房子卖不掉了 卖不掉了 你只能靠处置项目 处置土地 回来钱 那个钱回来的是有数的 因为你项目 土地上面本身就有贷款 你这个时候卖 本身要打折 所以你把原来的贷款 还掉 能再多点现金回来 这很不容易的 所以许老板想明白了 坚决反对贱卖资产 反正贱卖啊 他的窟窿补不上 我就不卖 就扛着 保教楼是你政府的事 反正我也已经爆雷了 索性啊 把这个保教楼是 都甩到政府身上 然后呢 资产我也不贱卖 你这个窟窿堵不上 那都是你政府啊 把我资产 借卖了 导致的 实际上孙吴明呢 融创呢 是自己还没有爆雷 所以他总想着把资产赶紧处置 宣传的好 对吧 对外宣传了 又处置了多少资产 回了多少现金 实际上他回了那个现金 正好还他那个资产 背着债 他实际没有富裕的现金 现金流并没有增加 近现金流没有增加 或者没有增加多少 解决不了问题 贷款呢 他也贷不了 因为他都基本上已经能抵押的 都押出去了 他的杠杆 对吧 融创的负债 也是9000多亿啊 资产负债率很高了 能抵押的东西 能拿去贷款的 都已经贷完了 美人债 境外的债 他也发不了了 就已经流血蒸发了 把自己的股权 这个比例 已经稀释了很多 但他也没办法 要现金啊 要补窟窿 要不然现金流就爆了 在孙老板 2017年 高光时刻 赔个100多亿 这是小事啊 大家还记得吧 他是拿着100多亿 去拯救 乐视 结果在乐视搞了半年 出来的时候 好像赔了90亿 还是110 我具体的不记得 反正赔的数了不少 电话的时候无所谓 简简单单说了一句 这个 被假老板骗了 然后 然后孙老板 又接了万达的盘子 救了王建林 那现在看看王建林能不能反过来救他 毕竟在王建林落难的时候 伸出了手 那看这一回 王建林能不能拉他一把 总之啊 这个荣创 基本上没跑了 就差官宣 或者 明天发个辟谣的也行 在房地产政策 不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 这些民营房企 命运是一样的 一个一个的 都要爆雷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手上都有储备 项目 然后他的房子开发了但是 卖不掉 下面没有韭菜去接盘 土地项目房子都淤在开发商的手上 本来要买单的人 现在死货不买单 不进场 怎么忽悠他都不来 那民营房企只能爆雷 我看这个付利也够呛了 将近有60亿的债 要到期了 他拿什么钱还呢 看他卖什么资产吧 多出60亿的现金出来 所以这么一看啊 万科的 月亮 喊出这个什么 房地产的黑铁时代 这个是没错的 就是黑铁时代 现在各地 政府 与银行 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活跃房地产 交易 对吧 想让刚蓄房的 改善新租房的 赶紧 跑步进场 买房 现在有的地方 首付已经降到10%了 银行利息 也在下调 而且放款特别快 基本上三五天就给你放下来 现在央行为了这个 刺激房地产 要求 各金融机构 贷款规模 必须要比 去年要增长 不管是给 安接贷款的 还是给开发商的开发贷 都要增长 就是要求 银行的人 你得出去找客户 把他钱要带出去 好让这个房子 转起来 让房子 从开发商手上 转到这些韭菜的手上 现在各地啊 有地方 已经开始在 月月 浴室了 要变相的 放开限购了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感觉佛山好像就在 有这个意思 变现的放开 各地政府啊 其实他有本账的 因为你看 他放眼穿国啊 能买 能买房的 刚需房有钱的 愿意现在就套钱买房的 这个人群 不多啊 但是全国那么的城市 都要卖房 所以各个城市啊 不管是人才政策 还是什么 购房政策 他都是想抢这个 刚需房 就是要买房的 这人的这个蛋糕 把这帮人呢 惠悠的越多越好 到我这来买房 那我这个城市的问题 就解决掉了嘛 所以各个地方城市 就出台各种各样的 优惠政策 目标就是那些 要买房的 刚需房的 或者是 叫改善性 住房的 只要你有钱 只要你愿意买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什么限购啊 他想办法给你解决 实际上啊 如果在各地政府 五花八门 各种招啊 都用完了 未来的这三个月里面 房价还没有起色 那可能真正的 爆雷呀 就要开始了 可能要连环爆了 所有的房企都扛不过去 包括闭门 房价就顶不住了 可能要弯下走 这跟炒股是一样的 横盘震荡 你是震荡不了多长时间的 横盘震荡时间越长 震的时间越长 要么起 要么跌 跌 跌得非常厉害 涨得厉害 实际上就横盘震荡的时间越长 它积蓄的这种能量是越大 但是这个能量是万上的 还是万下的 这可不好说 一旦万下 那就是 一泄千里 那要是万上的话呢 可能也是暴涨 所以说这个横盘震荡的时间 长短很重要 如果房价继续震荡 一直震荡到五月份 六月份 可能一个某个偶然事件 导致房价 来个暴跌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 大家的预期啊 你政府调控房价的手段 用尽了 就是大家的认为你政府 手段都用完了 房价还没有涨 那他不就要跌吗 所以大家就要 对吧 更加光 能卖的赶紧卖 该违约的就违约了 再也不去东挪弃借的 去还房贷了 不还了 这样的话房价可能就要暴跌 一旦开启暴跌模式 那是拦不住的 但是如果刺激过头了 他可能暴涨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不能否认 因为最近 经济日报又发表文章了 说这个 严防 各地政府 这个 出台这个 宽松的这个政策 导致房价 形成新的一轮暴涨 等等啊 他说了这个意思 这个也是大家不希望看见的 房价 调控过头 实现暴涨 这个肯定是 如现在的中央的这个 房价调控政策 大环境 格格不入的 这肯定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感觉 大概率可能是弯下吧 总之啊 接下来 如果有买房需求的 刚需房 就要一直关注这个 市场动静 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 上海的房地产 上海的房地产 据说 可能也出问题了 具体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咱们 下一期再见 好这期节目 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